各位观众朋友 香甜花卷的做法是相当的简单 因为不需要用到什么配料 不知道你们做了没有呢 效果如何 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的一个 是瘦桃的做法 小小的瘦桃 在父母亲birthday的时候 做来献给他们相当的有意思 有意义 希望你们会喜欢 好 让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做法 它的包皮的做法呢 就跟生煎包香甜花卷的做法 是一模一样的 做这个小瘦桃 它需要用到的馅料呢 就由你自己喜欢 你可以用豆沙 也可以用莲油 也可以用花生 什么都可以 不过今天呢 我用到的是莲油 这莲油你能够买到 跟它搓成一粒粒小小粒的 然后上面呢 我们要用一点的 就是红色素 碰上一点它的颜色 看起来会比较好看 好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它的做法 把我们的已经放好了的面团呢 倒出来 所以每次做包 就是同样的方法来做它的包皮 拆揉到它的这个皮呢 光化为止 那光化了以后呢 我们就好像刚才做生煎包 还有香甜花卷一样 就是用一块干净的湿布 就这样给它盖起来 让它休息15分钟 那么等一下我们才给它分割 才来整形 经过了15分钟的修面以后呢 它的面团呢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已经松懈了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跟它拿来整形了 做这个小瘦糖 它应该是小小的 比较好看哦 所以我们就跟它切小块 跟它切成一半 然后呢 才跟它切成一粒一粒的 不要太大粒哦 太大粒就不漂亮了 好 那做好了的这个团呢 我们就是跟它包上一粒的莲涌 那我们先跟它做成一粒圆圆的形状 大小应该是一样 如果你发现它拿一个比较小呢 那么你就可以分多一点上去 现在呢就是这样 放一点点的粉 跟它压一压 用手跟它压一压 然后呢就跟它包上一粒莲涌 包好了以后呢 它是圆圆的 我们就用手跟它拿来搓一搓 跟它做成一粒桃子的形状 这里呢应该是尖尖的哦 像尖尖的 好像一粒桃子的形状 然后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这个个板呢 轻轻的在上面呢 按一按 那么呢它就有了一个桃子的形状 好再做到另外一个哦 就是把它压扁 然后放上它的那个料 哪一个这边比较漂亮 就放在这个里面 然后呢就是这样跟它包起来 包起来以后呢就是用手 跟它搓一搓 变成一个桃子的形状 做成一个桃子的形状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 用我们的个板 在上面轻轻的做一条线 其实做这个包皮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把你所需要做到的东西呢 全部先跟它做好 然后跟它蒸熟 就可以放在冰球里面 如果你是想 只是放一两天以后吃呢 就放在冰球的下面 喜欢放久一点 放几个也都可以的 蒸好了 跟它pack在一个tupperware里面 然后就放在你的冰球上面哦 没有问题的 好 要吃的时候呢 拿出来就可以吃了 那就是这样的形状 那我们跟它做好了以后呢 等一下呢 我就要教大家 怎么样上色哦 好 观众朋友 那这个瘦桃呢 就已经做好了 现在呢我们要上颜色 如果没有上颜色的话 就不好看了 对不对 白白的 中国人嘛 很喜欢红色 所以呢我们就准备了一些 红色的色素 我们今天用到的呢 是水 那个粉红色 用一只干净的牙刷 把这个牙刷呢 沾上一点红色素 最要紧呢 就是你的做面呢 要用一块plastic布盖住 不然的话 等一下 哇 要擦掉这个红色素啊 不容易哦 所以放一块plastic纸 然后这个plastic纸 不要抖面问题了哦 好 我们先要用手哦 就是这样 跟它拿来喷一喷哦 如果你喜欢它多一点色素的话嘛 那么你就可以喷多一点 这是你自己的喜欢呢 因为有一些人呢 就比较喜欢呢 只是一点点 有一些人呢 就喜欢多一点 不要放得太多的红色素哦 如果太多的话 喷出来呢 它的会很红 不好看 就是这样 先喷了红色素以后呢 然后我们就可以放在 我们的蒸笼里面 让它再发 差不多是十分钟 我们就可以拿来蒸了 好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放在 我们的蒸笼上面啦 一个个排上去 让它再发十分钟 我们就可以拿来蒸了 好 这就是我们的小瘦桃 用块布盖住 让它发酵多十分钟 然后我们就可以蒸了 观众朋友 小瘦桃 发酵了十五分钟以后 我们就可以放下去蒸 蒸的时间很短 只需要五分钟就可以了 因为它很小嘛 只是蒸熟桃那一层皮而已 好 现在已经蒸了五分钟啦 我们来看一看 这小瘦桃 看看这小瘦桃 是非常非常的可爱 如果你打开来的时候 你发现到 它的那个线条呢 已经不见了 你可以把火关掉 然后就用我们这个 轻轻的再跟它按一按 再跟它这样按一按 那么它就漂亮啦 那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你也可以把 做成一个大瘦桃 好像这个样子 那如果家里面 有父母亲生日的话 或者是婆婆 公公生日 他们会很喜欢 这个大瘦桃 你把 你用那个包皮 做成一个圆形 然后呢 把这个小瘦桃 先蒸熟先 然后呢 就把它们整形 把它放在里面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小瘦桃 代表很多很多的子子孙孙 然后呢 用这块包皮呢 把它盖起来 做成一个桃子的形状 如果要做一个椰子呢 也很容易哦 就用那个包皮 把它加一点青色的颜色素 把它做成两片的椰子 这边呢 是一个那个用 做成 已经做成了的花 压下去 那么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漂亮呢 好 我们就把这大瘦桃呢 放在这个中间 然后旁边呢 我们就再放上 这一些小瘦桃 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 你会发现到 这个小瘦桃 再加上这大瘦桃 就是个非常既祥的象征 好 朋友们 大家请看哦 这就是今天 为大家介绍的 小瘦桃 以及大瘦桃 希望你们会喜欢